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升级Python 3.5到Python 3.7 我们使用Home Assistant的时候呢 大家有可能会从左边的通知区域看到一个这样的通知 说Python 3.5的support已经停止了 8月1号以后呢,停止了Python 3.5的支持 所以呢,我们如果Home Assistant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是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的 即使你到官方去留言,他们也不会给你解答 只会让你先升级Python来解决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升级我们的树莓派或者斐巡N1的Python 3.5到Python 3.7 其实呢,也是很简单的 我已经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放到了我的网站上面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把这个文章的链接发出来 首先呢,我们看这篇文章呢,大概有三个部分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代码粘贴到我们的斐巡N1 或者是我们的树莓派的console窗口上 那么我已经打开了一个Xtrail 并且已经连接到了我的斐巡N1上 我拿斐巡N1给大家演示 树莓派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把第一部分粘贴过去 这一步的目的是安装一些依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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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了,我们第一步操作完成 那么我们去网站接着粘贴下一步 我们把代码还是复制到我们的窗口里边 这一步呢,是下载最新的python 并且安装 我们现在的python3已经成功的升级到了3.7 然后现在屏幕上显示的链接就是我为这期视频准备的文字版的文章 欢迎大家去我的网站去查看具体的文字版的操作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Home Assistant上看一下刚才那个消息会不会消失掉 我们首先用SystemCtrlPheudoSystemCtrlStopHASS 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我们把Home Assistant进程停掉 然后我们用HASS手工启动 手工启动Home Assistant进程我们查看一下 它升级完了之后也许会安装一些插件 在安装的时候我们在手工启动的界面上可以查看到它的安装过程 所以如果Home Assistant的网页不显示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窗口看到 现在应该启动差不多 它并没有安装什么 我们回到我们Home Assistant的网页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大家看这个通知还是在这儿的 我们还需要执行 我们还需要执行一步 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升级 只有Home Assistant升级之后 这个通知才会消失掉 我们把网站最后两条命令 我们处置到剪辑板 粘贴到我们的控制台 这个过程也比较漫长 我会把这个过程快进过去 好了到这里呢 我们的Python已经从3.5成功的升级到了3.7 并且Home Assistant也成功的升级了 我们现在手动执行一下 Home Assistant的命令 HASS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升级之后 还是需要安装一些东西 大家看它这边 会显示出它现在正在安装什么 然后我们这一步呢 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 然后等它全部安装完毕之后才能启动 所以下面我给大家快进过去 我会购物 by bwd6 好了,现在我们home assistant升级完成了 这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如果大家遇见 比如说等了一个小时了 还是没有界面还给你的话 我建议大家多重启几次N1 让它去多执行几次升级 这样的话应该重启个两三次 然后每一次之间你等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home assistant的界面是一定会还给你的 我们现在回到网页 打开home assistant的界面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我们的通知栏已经没有刚才提示 Python升级的提示了 我们现在的home assistant已经升级完成 并且Python也是3.7版本了 好,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